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這個是一個平乙式邊形 這個跟這個垂直 這是ER 這個跟這個垂直 這是F 那現在呢 A1加F是等根號2 它現在要你求什麼呢? 求這個 這個ABC的周長 首先我們現在來看 我這個 這個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H H 那這個就是等於的話 根號2 -H 那這H的話 因為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也是45度 所以1比1比根號2 這是H 這根號2H 那這也是根號2H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面積 底面積的話 這平乙式邊緣面積 就是 這一個 啊對啦 這個 這垂直嘛 這90度嘛 這個加這個90 這個加 所以這兩個角是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45度 那這90度嘛 這45度 這根號2H 所以這也是根號2H 所以這也是根號2H 根號2H 不對喔 這整個是根號2H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那個面積 這個我叫做X好了 這個如果叫X 就是 這是根號2H 所以這也是根號2H 所以這個應該要多少呢 應該是 這一邊 再乘以根號2 因為這是1比1比根號2 根號2 啊 乘以根號2H 好 那同樣道理呢 這個 也是根號2 根號2 根號2-H 好 那周長就等到什麼 兩倍的 這個 根號2H 那加通常呢 兩倍的 這個 這是根號2 根號2-H 那這就是他的周長 你看喔 二根號2H 跟二根號2H 就消掉了 這兩個就消掉了 所以 剩下多少 2乘以根號2的平衡 就4了 所以 答案是4 我看看喔 兩倍的 這是2 2嘛 2的4 所以 所以這一體的話 我這裡寫錯了 這裡是2跟號2 所以差兩倍 這是2跟號2 那也就是說 這是2跟號2 它垫 所以這裡是2跟號2 這裡是2跟號2 這是2跟號2 所以這是2跟號2 所以是等於8才對 這裡寫錯了 這裡是2跟2才對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C 8 沒有,大家應該要選D D才是8 這一題的話 大家應該要選D8